文化部他们有推出那个600元的义放券 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去申请 会 看长看电影都可以 他会让我们更想去做 或是我们可以买更好一点的位置之类的 疫情退烧 振兴经济已成政府首要目标 除了新政院已经开跑的振兴三倍券预购 文化部也推出义文产业专用的义放券 将在7月18号开放民众下载APP注册 但三倍券开放预购涌入民众瞬间疯抢 一度让机台短暂当机 对于即将上路的义放券 文化部会不会担心发生抢券卡卡的情况呢 为了要防止这种当机 所以我们改为先download 然后后抽签的方式 从18号开始可以download到21号 三天的时间可以去download 所以不必那么赶到第一个时间 就去抢这个义放券 如果说有超过200万 我们就进行公开的抽签 搭配三倍券 文化部加码12亿 推出每份600元的义放券 预计7月18号开放民众艺人 以及下载义放券APP 只要登录消费者或店家身份等基本资料 21号由主办单位线上周签 中奖民众就可在22号中午12点 到全台义文店家买书 买唱片 看电影 使用期限到今年12月31号为止 我相信透过我们的义放券 加上这个三倍券也可以使用在义文产业 我们估计会为义文产业 至少带来200亿的商机 对于义文产业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活水 为了刺激消费市场 振兴优惠一波接着一波 就是希望台湾防疫成绩红遍全球 各项产业的经济表现也能走出低潮 开出红盘 中央社记者赖奇元吴升红 台北报道